上期视频讲了大温地产局7月份的销售情况 这期视频我们看看飞沙河谷地产局7月份的房产销售 飞沙河谷地产局管辖范围是苏里、兰里、北三角洲、Arpsford和Mission 7月份飞沙河谷的销售放缓,但依然是卖家市场 目前库存量是自1981年以来最低的 7月份成交量为1801套,同比去年下降3% 房屋的基准价格为105万加币,同比去年上涨了22.8% 其中独立屋成交765套,同比去年下降了11.8% 独立屋的基准价格为136万8加币,同比去年上涨了23.8% 连排别墅的销售量479套,同比去年下降了13.7% 基准价格735,000加币,同比去年上涨了24.1% 公寓的销售数量557套,同比去年上涨了29.5% 公寓的基准价格46万3,同比去年上涨了9.6% 你觉得挂牌数量减少会导致市场往哪个方向发展呢? 请在评论区写下您的预测 中文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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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提供